大家好,我是蔡任普 非常非常多的人是素食者 那素食者通常是不能吃動物來源的食物 那像奶跟蛋,有些人也不吃 那有些人會說我奶跟蛋可以吃 我就是奶蛋素 但是我們在吃的食物,很多食物會覺得 布丁啊,或是像番茄醬啊 看起來是植物來源 但事實上裡面有些成分是動物性來源的 所以素食者要特別注意到 我們常聽到某些食物,聽起來像素食 但事實上很多動物性來源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今天來聊聊哪些食物 含有動物性來源 可能會讓素食者會不小心吃到 這個含的動物成分的食物 很多的食物啊,聽到它的來源 會覺得它是素的,但是事實上 它混了一些添加物 就會代表,就讓它變成昏的 所以以下的這些物品有可能是昏的 一部分的物品是它添加了 胭脂蟲的萃取物,而胭脂蟲是一種蚊蟲 它是屬於動物的,譬如說 番茄醬,草莓醬,果汁蛋糕這些 有富含紅色色色彩的這些食物 就可能添加了胭脂蟲的萃取物 因為胭脂蟲的萃取物是很紅的 那化妝品當中的口紅 早期也會用胭脂蟲的萃取物 讓紅色,讓口紅的顏色非常的鮮紅 好,那肋狗當然也是 有些也會含有這個胭脂蟲的萃取物 只是肋狗不來就是昏的 所以通常不會造成問題 反而是番茄醬,草莓醬,果汁蛋糕,糖果還有口紅 一般素食者不知道它裡面含了蟲的萃取物 就會以為它是素的 事實上它可能含了這個昆蟲的萃取物 就會變昏的 那另外還有些其他的案例 像那個優格,布丁這些 之前有明顯口感的這些食品 好像是素的 但是它加了動物性來源的明膠 來讓它有些比較豐富的口感 有些彈性的口感 它也可能是昏的 因為它來自於 它有來自於動物性的一些物質 好,那所謂的昏的就是指 動物性來源或者是有些宗教的人士 它的昏數指的是有五毒 比如說大蒜、韭菜、蔥 它們就是昏的 那最主要是指動物性來源 好,那如果來自於動物性的來源 那當然這些食物一定是昏的 好,那我們看看什麼叫胭脂蟲 胭脂蟲又叫做洋紅蟲 墨西哥胭脂蟲或是美洲胭脂蟲 就知道它的產力是墨西哥跟美洲 它是屬於美洲常見的昆蟲 原產於美洲 它其實是一種植物的害種 是屬於芥殼蟲的一種 芥殼蟲會吸植物的汁液 當作它的營養來源 而這樣子的這個胭脂蟲 它主要是以仙人掌作為它的主要技術 來吸仙人掌的汁液 那這個胭脂蟲的雌蟲 體內還有這個胭脂紅酸 然後就會被我們萃取出來 去形成一個染劑叫做胭脂蟲 而胭脂蟲就可以染衣服 染那個食物 那它產生鮮紅色的這個漂亮的外觀 好,後來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 也把這個胭脂蟲的生產技術 引進了歐洲 所以從美洲的原住民 一直到歐洲 就開始有拿胭脂蟲 萃取出胭脂紅這樣的色素 來做一些染劑之用 包含染在衣物上或是食物上 好,右下角 這就是胭脂紅的化學結構 它是個色素 產生鮮紅色的顏色 好,胭脂蟲大概長這樣 就是放得很大 胭脂蟲大概 可以到達0.5公分左右 其實不大了 它會在仙人掌上去吸食 仙人掌的汁液 屬於仙人掌的害蟲 常常會群居在一起 這就是藉殼蟲的一種 叫胭脂蟲 好,這個胭脂蟲 萃取出來的胭脂紅 它是天然的色素當中 很穩定的 所以這個為什麼這麼好用 因為它照光照熱 或是抗氧化都可以對抗 這個紅可以維持很久 而不會退色 所以自然界的有機色素當中 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物質 所以在食品跟我們的 衣服的染色上 是很好用的對象 它也應用在食品上 所以有很多的食品 添加了這個胭脂蟲之後 顏色會變得比較鮮紅 看起來就會比較可口好吃 好,當然也用在化妝品 像口紅 我們的粉膚 胭脂跟腮紅 還有一些護髮護膚的一些染劑 像染髮劑 可能也會有胭脂紅的成分 好,有些時候會用在研究上面 比如說我要拿胭脂蟲當染劑 去染細胞裡面的胞器 或是某個細胞或某個組織 來做切片的染色劑 另外製藥層的工業 也會拿胭脂蟲來染這些藥丸藥膏 讓藥丸藥膏出現紅色的外型 它都是自然天然的這個色素 只是胭脂蟲是來自於昆蟲 所以後來發現 有些素食者不適合用胭脂蟲 胭脂蟲的這個產品 也有人不太喜歡昆蟲 所以聽到胭脂蟲的添加物 就會覺得害怕 所以有些天然的其他的替代比 例如天然色素中的紅麴色素 胡蘿蔔色素 茎紅素 就會開始有人找天然的色素來代替 當然也有很多人造的色素可以來取代 這是所謂的胭脂蟲 另外一群常常以為是素食 卻是昏食的 是加入動物性染源的明膠 明膠常常在買的時候 其實買的叫做商品名叫吉利丁 Galatin 吉利丁 這個Galatin 很多人會買吉利丁來做布丁 果凍 奶酪 所以容易來凝結 吉利丁又叫動物膠 它其實就是把動物的解力組織 包含皮、骨 其他的部分來組一組 就把它的膠原蛋白融出來 所以明膠其實就是從動物體內 萃取出來的膠原蛋白 而膠原蛋白 各位在平常生活中 比如說你滷豬腳 滷豬腳的湯汁放涼了之後 就會出現豬腳凍 或是滷魚皮 然後滷一陣涼了之後 魚皮的湯汁就變成魚皮凍 這些凍其實就是明膠 就是膠原蛋白 在低溫時會凝結 高溫時就會變成液態的 好這個明膠 又叫吉利丁 會用於食物增加口感 有些藥物跟化妝品 也會用這樣子的明膠 所以明膠的做法 它的用途就是所謂的膠擰劑 讓這個溶液慢慢變成明膠狀的狀態 就比較有口感 讓口感綿密 好像我們珍珠奶茶的珍珠 優格布丁 棉花糖果凍的 就會有添加 甚至我們藥物中的膠囊 那個很有咬勁的膠囊 來包住藥物的膠囊 很多也是添加的明膠 好那如果今天是吃素的人 當然不能使用明膠了 它就會用洋菜來代替 洋菜是比較偏 枣類萃取出來的物質 如果是穆斯林 它也不會使用豬產生的明膠 它就會選擇像魚或是牛的明膠 來作為食品的添加物 好我們看看這個明膠的作用機制 明膠其實是動物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個很大的分子 排列很緊密 我今後酸減水減或加熱之後 會讓它變成吉利丁這樣子的產品 吉利丁是個溶液 然後我們把它處理出來之後 弄乾變成一片一片的吉利丁片 或吉利丁顆粒來放送 你把吉利丁放到水面加熱之後 它就會溶解 溶解之後它就會變成溶液狀態 就變成水溶液 水分子在這裡 然後每個蛋白質分子分得很遠 但是一旦冷卻之後 這些蛋白質 這些膠原蛋白質 就會形成一些間結 間結之後就會把水困在裡面 所以就形成膠狀的狀態 就像布丁果凍那個樣子 布丁果凍富含水分 水分被關在這些分子裡面 就會變成一些食材 像我們吃的奶酪 布丁 就很有口感也很濕潤 所以這就是添加明膠 或叫吉利丁的這個做法 所以有些食材你焦熱之後 它會變成溶液狀態 冷卻之後 就會變成膠狀的這個狀態 那就是加了這個膠原蛋白 也就是明膠或叫吉利丁 好 這是膠原蛋白的做法 那如果今天吃素的人 他所使用的食品 當然就不能加吉利丁 或叫明膠的這些動物系來源 他可能就會考慮加別的 那這個膠原蛋白 其實所謂的吉利丁 我們看這個成分 它是各種氨基酸 連連連連連連的 形成一個多態 它就是多那個膠原蛋白的萃取物 所以它的成分其實就是氨基酸所構成的多態 而形成的蛋白質 它就是一種膠原纖維 膠原蛋白 好 那我們如果是吃素的人 他沒有辦法吃這些動物系來源 就會使用像洋菜這樣的東西做取代 或者是有些食品 一開始就是用洋菜來做的 它就不是昏的 它就是屬於非昏的樹的東西 那所謂的洋菜呢 又叫寒天菜燕 洋菜椒 海菜椒 海燕窩等等 好 那洋菜怎麼來的 它是由海藻提炼出來的膠質物質 那主要是紅藻 是紅藻門當中的石花菜 這一群藻類所萃取出來的 好 那這樣的膠質 可以做布丁果凍茶凍等 它會跟前面所講的明膠口感 稍微不一樣 明膠的口感是滑嫩有彈性 而洋菜產生的膠狀物質 會比較脆一些些 咬起來卡滋卡滋會比較脆 容易就一咬就破掉 好 那所謂的洋菜呢 不是動物性來源 它不是膠原蛋白 它是多糖類構成的 它主要有兩種成分 一個是瓊子糖 瓊子糖也是一種雙糖 一直聚合一直聚合 好 那瓊子糖呢 大概占這個洋菜中70%的成分 另外一個物質叫做瓊子膠 它是另外一種 有這三個糖合在一起 形成三糖 然後形成聚合物 變成很多個聚合在一起 所以一個雙糖聚合物 跟一個三糖聚合物 就形成了瓊子糖 跟這個瓊瓊膠 這兩種多糖 這兩種都是線性的一個多糖類 好 所以洋菜是素的 它是多糖類聚合在一起的 而我們剛剛所說的明膠 它是從動物組織萃取出來的 膠原蛋白 所以就會有些生物 有些食品是有紅色的染劑 來自於胭脂蟲 來自於昆蟲萃取物 有些食品是有明膠 是來自於動物萃取物 有些食品只有洋菜 是來自於藻類的 所以它就是素食的了 好 所以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食品 大家要看清楚 它的添加物有哪些成分 有些添加物的來源 你如果知道了 你可能就心裡會想到 它可能是昆蟲 它可能是昏的 來自於動物 它可能是素的 或有些是化學生成的 那我們越了解我們的食品 我們吃起來就更安心